上一期视频 有12万的点击量 一下子就把我震惊了 所以看来西藏自驾的 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 评论区我看到最多的 就是问我开什么车 走哪条路线进藏 今天的话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 合理化的建议 后期我再慢慢展开说 川藏 滇藏 青藏 心藏 四条国道路线当中 我个人建议您 无论是从哪个城市过来 都最好走川藏 或者滇藏来入藏 因为整个过程 我们需要不停的驾车 翻越数十座海拔起伏的大山 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之间 不停的前行 所以我们的身体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做自我的适应 可以起到缓解高反的效果 而青藏线和心藏线 建议是出藏的自驾路线 因为这两条路海拔特别高 心藏线平均5000 青藏线平均4500 所以你把它作为 近藏路线的话 那么你从格尔木出发 翻过昆仑山口 或者从夜城出发 翻过枯地打板之后 一下子海拔升高 并且再没有上下落差 去缓解你的高反 对身体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所以近藏我推荐 颠藏或穿藏 出藏我推荐 心藏或青藏 懂了吧 出藏我推荐